由於這邊找不到什麼畫面 大家就先看我鼻手畫腳先用聽的 筆電安裝M.2 SSD 你需要準備三樣東西 還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點,筆電 這次我們使用GIGABYTE AERO 15 OLED XB 這台8萬元筆電的評測影片和文章 慶奇也會發給大家 所以記得訂閱Enterbox 按讚追蹤FB和IG 這台筆電很強的優勢 就是它有雙M.2 出廠就給了一條M.2 SSD 還有留有一條M.2的空間給消費者自己升級 那如果你的筆電升級的儲存空間是2.5吋的大小 請參考我們之前對Stata SSD的升級教學 第二點,SSD 這邊我們使用的是 威剛 XPG-SX8200 PRO 1TB這一條 速度大概可以到3000MB 價格因為固態硬碟近期波動都蠻大的 那以現在來講的話價格大概是4000塊左右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M.2有分不同的規格還有協議 像這台Arrow是PCIe的 那你就要買PCIe SSD 細節上還要注意是PCIe Gen3 by 4還是Gen3 by 2的 速度是有差的 那即便是PCIe Gen3 by 4也是會有速度比較快比較慢的 那例如可能就是比較慢的只有1000多Mb 那比較快的就像這條可以到3000多 這部分大家就要自己做功課了 不是說價格貴的它速度就一定比較快 而像我們這次使用的SX8200 PRO 它速度就可以到3000多 是屬於速度比較快的 那安裝好了以後我們也會實測一下 它跑出來的分數大概可以到多少給大家參考 另外如果你的筆電是只有支援M.2 SATA 那你就要找M.2 SATA的固態硬碟 SATA SSD的速度大概是500MB左右 那當然也有筆電是PCIe SATA兩個同時都支援的 那就都可以用 總之這邊就是你要看清楚你的筆電是什麼規格 不然買了一切都白搭 第三點建議準備導熱膠片導熱貼片 當然不是每台筆電都有這個條件可以讓你這樣貼 但如果可以的話盡量幫SSD加個導熱貼片 尤其是PCIe Gen3 by 4的溫度通常都比較高 透過導熱膠片就可以把熱傳到機殼去散熱 這邊使用的是利民今年剛推出的三熱貼片 ODYSY Thermal Pad 那它有四種規格 每一種厚度還有價格都不太一樣 那單字大概都是兩三百塊其實也不貴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聲音切換到現場 我們等一下會把這個SSD放上來 這個是來自威剛的SX8200 Pro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發現這個蓋子上面導熱貼片 那這個導熱貼片它是貼在這個上面的 那我們量了一下這個厚度 大概量了一下厚度大概是1.5mm左右 說明它也會貼一個最近剛上市的一個導熱貼片 蠻有名的 它是這個是這個SERMORIDE的導熱貼片 那我這邊剛好每個尺寸的都有 1mm的啊 然後1.5mm的 然後有0.5mm的 還有最後到2mm的 那這個1.5mm的剛好跟那個尺寸差不多 所以我想應該是可以這樣子來做搭配的 把它貼上去 然後讓它透過機殼來導熱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這個之前呢 我們先把它斷電斷開 然後把電源斷開了 它斷開以後就把這個SSD放過來了 然後我們來打開這個包裝 那後面好像還是稍微長了一點 然後把它剪掉 好 那再把上面的這個保護膜撕起來 再把筆電的蓋子蓋回去 確定一下它會接觸到 好 安裝好之後我們就到系統裡面看實際跑分速度 E-Crystal Disk Mark 它的跑分速度呢 讀取的話有2700Mb 寫入也有2700Mb左右 所以速度算是相當快的 如果你想要看到其他SSD安裝的過程 有更多的資料來參考的話 我們之前改裝iMac的時候也有安裝到PCIe SSD 所以這部分你也可以拿來做參考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邀請您按讚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